冷却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夹子给拿掉了 取消这个夹子取消下面的棍 试一下这个锅有没有完全冷却 我们稍微修整一下这个胶柱口 就防止它粘连 粘在上面或者其他的 这样出来的这个锅就比较漂亮 不然的话会有一些粘连 这个模具我们的话胶柱口就修整了一下 这是放在一个炉子旁边 这样的话这个模具很快就烤干了 我们再修整一下 把它修整漂亮一点 这样出来的锅会更漂亮 尤其是锅底 放在这个炉子旁边 也是一种加热的方式 预热这个模具 里外的胶柱口 其实都要修一下的 主要是防止这个铝水粘连 修好之后也要尽量的刷上涂模具 不刷涂模具也可以 修整光怎么就行了 光滑就行了 刚刚那个是插坡的一个修模具的视频 这个是我们脱好了磨之后 把这个夹子一定要打开 取掉夹子 冷却 把上磨抬掉 把上磨抬掉 上面有很多这个几千焦注的废铝 没有及时取掉的会卡在上面 胶注口要是修板正了 就不存在那个粘在上面的事情 我们用远镜头看一下怎么要取的 粘了个施马布等到它利鼓了 我们说利鼓也就是上锅和这个模具不粘在一起了 有分离的迹象 稍微翘起来一点点就行了 就会取掉了 它会自然分离啊 只不过用那个自然分离 只不过我们用那个曲子把它抬起来了 方便夹 上面的施马布其实就让到喷里的收作 不能放太早了 看见没有它很容易取掉 仔细看稍微抬一下就行了 这样的话这个模具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